好 開始上課啦 這個 我們上一節課講 我們這一節課一樣也是講那個自然語言處理嘛 對不對 上一節課我們講到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上一節課最後一個模型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 我們上一節課最後一個模型是不是 除了會抓關鍵字以外 還會抓關鍵片語 然後我們當時設定的長度是1到5個字 對吧 好 可是這個時候我們遇到了一個問題 5個字夠嗎 會不會有片語6個字 會不會有6個字才組成一個意思的情況 有可能 對不對 但我不知道 這個數字似乎是不定長度的 會不會其實要連續10個字才有辦法組成一個特定的意思 這都是有可能的事嘛 對不對 可是我們的那個convolutional fighter的長度 那個kernel size 那個是要預先訂好的嘛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的話 似乎是很沒有彈性啊 對不對 我當然可以設計一系列 假如說從1到20通都給他 對不對 但是這樣好像解決方法不太優雅 對不對 那上節課最後我們有講了 我們現在要解決方案 就是給出有記憶結構的捲機器 有記憶結構的捲機器 那所謂有記憶結構的捲機器 就是這個捲機器在捲下一個的時候 我們不要講捲機器 就是他在做下一個字的運算的時候 他會記得前面的information 記得他剛剛做過了什麼事 這樣子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來看有記憶結構的 這個就是 Layer是長什麼樣子 現在他們的印象 我們到目前一直學過多少Layer 首先Fully Connected的嘛 對不對 然後ILU Sigmoid 啊這算一群啦 飛行轉換算一群 Bench Normalization Deconvolution Convolution Drop Out 還有嗎 好像蠻多的對不對 但是其實 還遠遠不止這些啦 這些只是比較常用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要教新的Layer 好 那怎麼帶記憶結構咧 欸 也許你可以長成這個樣子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 第一個字 這是DT-1個字 DT-1個字 DT-1個字 這樣可以齁 那 很簡單啊 就是我的這個Egon人在運算的時候啊 我的Input不要只有他 而是還要有從左邊過來的東西 這樣東西是嗎 我這兩個把它合在一起之後 經過運算出去 然後再把這個東西 跟這個合在一起 運算之後再出去 這樣可以吧 這個Idea很簡單嘛 實現起來會不會很困難 聽起來也不會啊 為什麼這兩個要怎麼合在一起 用Contact就可以了嘛 就像DanceNet那樣把它疊在一起就好了嘛 這兩個特徵長度就算不一樣耶 無所謂嘛 對不對 啊我只要把它疊在一起就好啦 那我把它疊在一起 經過一個運算 經過一個運算 這個運算 我又可以reshape成固定 固定的長度了嘛 對不對 這個特徵長度假設是20 這個假設是10 假設啦 對不對 合起來是不是30 30我出去固定就是20 這樣子我 丟到右邊20 丟到上面20 這樣沒有問題嘛 對不對 所以這邊出去都20 進來的也是20 20加10 30然後這邊 就是30轉20的過程 對吧 好 寫成數學是大概會想這個樣子 這個Q Q就是一個中間的這個東西 Qt-1 等於Ht-2 Ht-2就是這邊過來的 這個 這個東西同時是H 也一起過來嘛 對不對 Ht-2 和 XT-1的Contact Contact起來之後 經過一個 Linear Prediction 就是一個那個線性 線性預測函數嘛 對不對 線性預測函數 然後再一個 非線性轉移函數 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 非線性轉移函數 好 這個非線性轉移函數 跟SIGMOID的 有點像 只是SIGMOID的範圍 是從0到1 他的這個 非線性轉移函數 是從-1到1 所以差不多的東西啦 好不好 好 那這個 後面 就是重複循環 這樣的結構了 對不對 好那 注意一件事情啊 這裡所有的權重W 都是共用的 為什麼這樣 他才是 這有點像捲機盒嘛 對不對 每一個東西都是 用同樣的權重去掃描 這樣子 只是他有記憶結構 這樣可以齁 好所以 這個 這個看起來看得懂嘛 對不對 不會太難 不會太難齁 可以齁 對不對 好可是那我們來想一下 這個有什麼問題 這樣的結構有什麼問題 順序 有沒有 idea 這樣結構有什麼問題 順序 蛤 有沒有什麼想法 好啦沒有想法就算了 我們繼續 好 剛剛的問題是這個樣子啦 就是 我們看前面這裡來講 好了 就是今天這個h 現在 現在我們 這個h 他總共有哪些資訊 是不是 上一個 這個x 和上一個h 對吧 上一個x和上一個h 好那 那這裡 這裡他接哪些資訊 上個x跟上個h對吧 那上個h又是什麼 上上個x和上個 上上個h對吧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個 在 對於這裡來講 他權重各一半 他所接受的information 這個x跟這個h 權重各一半 對吧 各一半接到了嘛 對不對 那 這個又是 這裡跟這裡各一半組成的 所以對於 這個h來講 他是不是 百分之五十的這個 百分之五十的這個 也是百分之五十的x 和百分之二十五的這個 加上百分之二十五的這個 可以理解嗎 所以越久以前的東西 他越記不起來 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這就是 我在這邊講的 假定 h1 是有百分之一百的x1組成 就是這第一個嘛 第一個總是百分之百都有x1組成 對不對 接著 h2就會是百分之五十的x2 加上百分之五十的h1 那按照這個比例 越走越遠 x1所占整體的比例 就會越來越低 那假設 第一個字剛好 就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字 就來說癌症的病例 第一個字就寫 Adenma Casinoma 後面那寫一堆垃圾字 結果 捲到最後之後 第一個字什麼都忘了 是不是 這樣是不是 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說我們當然不能夠那麼 就是我們一定不可能就是 這麼簡單的結構就可以直接用了 可是我們這時候遇到另外一個問題 資訊是不可能越變越多的 為什麼 因為你今天要 你今天要讓權重共享 對不對 你今天要讓權重共享 那 輸入的格式就要固定 你就不能夠一直跌 你不能一直把information 疊在一起 對吧 你輸入的格式要固定 那資訊就一定要取捨 一定要捨去 這樣知道嗎 我們今天 同樣長度的固定向量 假設說長度都是20 在一開始的時候也是20 最後的時候也是20 可是最後的20 承載了很多資訊 對不對 那怎麼可能最後的20資訊量 跟前面的20資訊量是 SHIP一樣 然後資訊量會多你很多 對吧 不可能 所以你資訊一定要 一定要取捨 也就是說 你每次在過去 你每次在往下傳的過程中 你可以選擇捨去一部分的資訊 保留一部分的資訊 這樣懂意思嗎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了解齁 我可以 我就是要保留一個 彈性 這樣懂意思嗎 好 那 所以說 這個叫long short term memorable unit 才被發展出來 他什麼時候被發展出來呢 1997年 會不會覺得有點久 這樣 我們好像這堂課很少在學 這種2000年以前的東西 對不對 好 沒關係 雖然有點久了 我們還是好好看一下他怎麼設計好了 他設計長得這個樣子 這跟剛剛看起來有明顯的落差吧 對不對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結構是什麼 好不好 第一個是 x輸入進來之後 x輸入進來之後 來 這裡 這邊有一個 我們等一下再講這兩個輸入好不好 這兩個輸入假設我們是第一個 他就不會有輸入 對不對 我們就把這裡去掉 好 x進來之後 先經過 四個 運算 這四個運算分別是哪四個運算呢 運算完了之後 這個函數是sigmoid函數 sigmoid函數就是0到1 這樣可以吧 輸出就是0到1 所以他會產生一個0到1的值 產生第二個0到1的值 產生第三個0到1的值 這樣可以嗎 那 經過 限定轉換再過一個非限定轉換數 這是不是 一個 一層的神經網路 這裡是不是一層的神經網路 這樣可以齁 那這個一層的神經網路 這裡是一個0到1的數字對不對 所以 這個一層的神經網路出來output 我要乘上 這個xx就是乘號 x就是乘號 我要乘上一個0到1之間的數字 所以我就是保留 我 我從我這裡的information要過去的只有百分之 根據這個的輸出 決定他output的百分之0到百分之百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這樣看得懂齁 好 那接著呢這個 這一個sigmoid的出去 這也是個乘法對不對 所以剛剛傳過來的information 剛剛傳過來information 也要經過一個百分之0到百分之百的一個權重 如果百分之0代表什麼意思 全部給我忘掉 全部歸零了嘛對不對 百分之百代表什麼意思 全部保留 這樣懂意思了吧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結果 這個 這是上一代 剛剛的記憶對吧 這邊進來是剛剛的記憶 可以齁 這邊是剛剛的記憶喔 剛剛的記憶成這樣一個 保留的權重 保留百分比 再加上 我現在的東西 現在的東西也有一個百分比喔 把這兩個加起來就變成現在的記憶 這樣懂了吧 這是現在的記憶喔 這是當前的記憶 這是剛剛的記憶 經過一個權重的保留之後 跟現在的記憶做了一個整合 現在就是現在的記憶囉 這樣可以嗎 會不會太抽象 還可以齁 那現在的記憶 要怎麼運用咧 現在的記憶就直接傳到下一 就直接傳到下一層了這樣子 可是這樣還沒有output嘛 output要怎麼產生 output就是 現在的記憶 經過一個非線性轉換 然後再跟剛剛的這個權重 再給一個權重 就是給一個0到1之間的這個數值 乘完之後 再往上 這個就output 那這個既然是output 這個是output嘛 對不對 同個時間 它還往後傳 所以對於上面這裡來講 它是不是經過的改變比較少 它是長期記憶 就是一直有東西 一直input 一直input進去 這樣可以齁 那短期記憶呢 短期記憶會跟input一起進入下一層 然後產生這四個權重 這樣可以吧 這樣看到嗎 短期記憶是跟著這個運作的喔 長期記憶只是一直把東西加進去 長期記憶是用來一直給東西加進去的 短期記憶就是上個output 上個output的值跟我現在的值 兩個一起做運算 再跟長期記憶 combine 長期記憶會一直保留下來 這樣可以吧 所以在這個unit裡面 同時就有長期記憶跟短期記憶 所以這叫長期 這個叫長短期 長短期記憶單元 這樣懂了吧 好 現在這個看起來 呃 是蠻複雜的 不過大致上了解它的邏輯了吧 可以齁 好 那這個 這個就是用數學式把它定義下來 首先 當前的輸出跟上個輸出 這就是短期記憶 兩個把它先contact起來 contact是用這個符號 contact是用這個符號 把這兩個合在一起對吧 合在一起之後 產生 我們先 決定一個長期記憶是否要抹去的機制 我們叫gate 這邊是一個gate 這個gate如果是 輸出出來是0的話 那就代表長期記憶我要全部忘掉了嘛 對不對 現在的字太重要了 所有剛剛記住的事情我都要忘掉 這樣懂意思嗎 好 那 忘掉 那 或者說全部保留 所以你要先經過一個L1 L1 那接著要經過sigmoid 你就可以把它 sigmoid之後 接著再乘上長期記憶 剛剛的長期記憶 是不是就可以得到現在的長期記憶 這樣可以齁 現在的長期記憶 現在的長期記憶 然後這邊有L2L3 L2L3就是分別對應到這個這個 L2就是要過sigmoid function 這樣可以嗎 L2過sigmoid function 然後L3過這個tanch function 過完之後兩個層在一起 然後把剛剛的長期記憶 跟這個s把它加在一起 變成當前的長期記憶 這樣可以齁 好 然後最後 這個得到長期記憶之後下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get 對不對 現在 在過sigmoid function的 我們通通都叫get 這樣可以嗎 get就是 就是門的意思 簡單來講就是一個0到1之間的數字 這樣可以吧 好 那 後面就是 經過這個get之後的東西 再把它乘上來 然後把它輸出成短期輸出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長短期記憶結構就完整了 並且在每一個unit裡面 W1 W2 W3 W4 通通保持共同的權重 W1234分別就是 四個非線性轉換函數 下面我要經過的權重運算 這樣可以齁 那每一個unit都保持共享同樣的結構 這樣可以齁 這個就這樣知道 LSTM的樣子了齁 好 LSTM你知道了以後 欸 在 MXNet裡面 我們的期待就是 呃 有一個類似這個 就是 有一個layer 然後就把它交出來 對不對 很遺憾的是沒有 沒有怎麼辦 沒有就要首刻 好 首刻有點複雜啦 我已經幫你刻好了 刻好就長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LSTM Cell 這個你也不用寫了啦 因為我已經幫你寫好了 好不好 就直接 直接把它 sauce 這樣你就寫好LSTM的Cell了 好 有了LSTM的Cell以後 我們還需要把它 我們還 剛剛那只是一個單元 剛剛那個LSTMCell是一個這個 剛剛那是一個這個 但是我要把它拼起來嘛 對不對 拼起來還有一個問題喔 欸 我從第一個字開始讀 前後 前面的 在說什麼 我當然知道了 可是我們看單字 不是常常都要看前後文嗎 所以是不是從後面 你要數過來 所以通常我們的LSTM 會有 會是一個雙向的結構 就是 數過來 再數回去 這樣懂嗎 數過來再數回去 就是 這邊要過來 這邊要回去 那他們兩個contact起來 才是一個輸出 好 那所以一樣 這邊有個LSTM layer 這個 layer 複製貼上就對了 反正看不懂 裡面看不懂無所謂啦 裡面就有空再去研究就好了 反正我們現在就是 你只要會用LSTM layer就好了 這樣懂嗎 你用 我已經幫你寫好這兩個函數了 你只要會使用LSTM layer 它就跟一般的那個 就是convolution 用起來是一樣的 好 接著 繼續 好 有了這個LSTM layer之後 我們上週的數據就可以拿來用了 好不好 我們上週的數據來 先把它讀回來一次 我是不是按到廣播 我把它按回來 這是上週的數據嘛 對不對 好 我先把它讀回來 這個讀回來以後 我先全部source一次 好 這個要等它處理一下 讀回來以後 我們就會遇到跟上個禮拜 一模一樣的data的格式 這樣可以齁 那我們現在要做實驗也非常簡單 既然我已經教了LSTM 對不對 我們本來是用convolution 的結構 我們就把convolution 換成LSTM 看看performance 會不會上升 上禮拜performance 大概0.97幾 是吧 應該還沒有影響 應該有嘛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 用了LSTM performance會不會上升 不過 在這個task上面 上不上升 有時候也不是那麼重要 對不對 就是多學會一個東西 也許在你 特定的任務裡面 它就 它就有它 它就有重要性 這樣 LSTM 它強項在哪裡 再講一次強項在哪裡 強項在 如果我用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我要預先指定 它的fighter size 但是 我也許我不知道 它到底是五個好 還是六個好 還是十個好 還是二十個好 那我就要什麼都給 對吧 或者說疊很多層 用三乘三連疊很多層 因為三乘三 就相當於 兩個三乘三疊在一起 就相當於五乘五 對不對 那LSTM好處是什麼 欸 呃 我也不知道多久以前 是重要的 我讓它自己去學 這樣懂了吧 對於一些未知的領域 舉例如說像DNA 我並不知道它 連續幾個mers是有意義的 對不對 我人也看不出來 這個時候LSTM 也許會比較好 好 那我們來 我們現在 這個已經處理完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LSTM怎麼實現 首先先定義iterator iterator 這個跟上週一模一樣 這個沒有什麼 這個沒有什麼 好 這個就是說 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就要把它執行完 好接著 model的結構呢 model的結構我們來看 model的結構其實非常簡單 啊 data進來 先embed 先embeding embeding完之後 這個LSTM用法 是不是跟 complution 一模一樣 這個函數就跟用法一模一樣 唯一不一樣的地方是 你需要告訴它 你的sequence length 就是你 字的長度是多少 這個不能改喔 這個就是網路固定了以後 它跟convolution不一樣的是 convolution我 我管它圖大小翻 它就一直掃過去嘛 對不對 但LSTM的layer 因為它有記憶 記憶的性質 所以我這個 我要給它固定的長度喔 好 那這裡你可以去設定 你要不要dropout 要不要inverse inverse就是你要不要雙向 你要不要雙向的LSTM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叫什麼名字用的啦 這樣子好 所以我們就這樣下來 這邊看這個函數它跑比較久啊 對不對 因為這是一個大函數 好 C loss已經出來了 接著就是定義of minor 好 繼續 接著就是訓練了 那我們就來訓練一下吧 好訓練 訓練我們就 我們這邊趕GPU好了 訓練 好 不知道他要訓練多久 好 不知道他要訓練多久 好 那現在已經跑完了 跑完了 那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那個 這個我們要怎麼樣做預測 預測 預測跟上次一模一樣啊 就是 我們只要 我們只要把那個就是 embedding的權重填進來 然後就可以做預測了 預測完之後就畫ROC curve 看一下他多少 你有沒有注意到他連預測都預測的比較久 因為LSTM他就是比較這個 比較就是比較有彈性 比較有彈性 代價就是 因為他是有順序的嘛 他沒有辦法平均運算這樣子 好 來 0.982看到了嗎 這應該是剛剛的圖吧 雖然有警告 再一次 0.982 比上次最好的結果都還要好對不對 好 這樣 這樣懂了吧 這就是LSTM啊 好 那 練習題 練習題就是 嗯 如果你還沒訓練完模型 就是如果 就是 舉例如說像剛剛你們說你們沒有訓練完模型 對不對 你們可以下載這兩個 這樣就可以直接把它讀進來 這樣懂意思嗎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model讀進來 這是我已經訓練完那個模型 好 讀進來之後 嗯 有個問題就是 嗯 我們希望你可以試著重現LSTM單元的推理過程 好 簡單來講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sub-input跟sub-output 我們來看一下長什麼樣子 sub-input 就是 零零零零零 哎哎哎呀 他媽的sub-input剛好前 前五個字剛好都是零 那太白癡了 但是你看前五個字都是零 零就是空白對不對 他的output居然長得不一樣喔 不過也非常合理啦 因為他會記憶嘛 對不對 所以他 所以他的狀態會改變 所以他output會長得不一樣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你有沒有辦法把input跟output連在一起 這樣子 好 這樣懂意思了嗎 好 那我們來 我們就直接做啦 好不好 直接做看看 看看這個 答案 答案長什麼樣子 好 答案首先你就要先embeding嘛 對不對 先embeding 所以你要先把那個對照表 0000那幾個字 embeding完之後 是不是還是零 這樣可以齁還是零喔 好 接著你是不是要經過 你需要一個一個字一個字來做 首先i等於1嘛 embeding進來之後 首先先乘上個 就是乘上個權重之後 這個叫i2h 然後接著是不是要 i2h這個是乘上個權重這樣懂嗎 乘上個權重之後 是不是我要把它分成四個 把它分四份 這樣可以嗎 分完四份之後 這兩個 這個 transfer跟inget兩個乘在一起 變成nexc 然後nexh就是 output的get在乘上這個東西 再做一個非線性轉換 這樣懂了嗎 看不太懂沒關係啦 就回去仔細研究啦 你如果看一下nexh就是第一個h 對不對 這就是第一個h 如果你跟suboutput 的第一個 做比較的話 你就會發現 答案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可以齁 好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i2h的時候就不太一樣了 因為i2h的時候 剛剛那些記憶就要留著了 對不對 所以記憶怎麼留著 記憶是不是 我本來 我本來這個forgotget 這個 這個不去乘這個地方 因為這邊本來是0嘛 對不對 我現在就要這個東西 乘上這個 再加上這個 然後變nexc 然後再nexh 這樣可以齁 i2h的時候是這樣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nexh 現在是第二個嘛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suboutput 第二個 答案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嗎 好 其實這個練習齁 是希望透過就是 因為你們對r語言 應該比看數學士簡單一點 那你可以看一下 他其實是怎麼做的 其實就是想辦法 把四個東西弄出來 然後做一些 哪裡乘哪裡加 這個就要好好仔細看 這樣懂了嗎對不對 好 那後面就簡單啦 那就回圈把它完成啦 這樣懂了嗎 好 回圈完成 你就會發現 myoutput跟suboutput會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齁 好 那這個LSTN 大概了解他在做什麼了嘛 對不對 好 那下一個 來LSTN有什麼問題 LSTN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是1997年發表的 那現在已經 過了二十幾年了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後面一定會有很多人 去想辦法把它調整 對不對 一個東西 能夠存活二十幾年的 機會不太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 人家怎麼去解決他 欸 我要講一下 就是LSTN是 記憶單元 我們叫他記憶單元 對不對 記憶單元的 就是可能是 最早的記憶單元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他最有名這樣子 但是啊 欸 記憶單元到現在為止 我嚴重的懷疑至少有 幾百種跑不掉 那當然知名程度不一啊 對不對 有些他可能被發展在 某些領域 有些被發展在某些領域 這樣子 所以他有很多變體喔 就是他有很多變形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 最有名的變形是什麼 最有名的變形叫 這叫GRU GATE的RECURRENTUNIT 這是最有名的變形 這個最有名的變形想的想法這樣子 這是剛剛我們在求 LSTN的時候的部分嘛 對不對 FOGOT GATE 加上NEX 再加上INGATE 成這樣這個 對吧 這兩個是項量 這個是0到1之間的數值 對吧 GATE都是嘛 對不對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如果這個是0這個也是0 那這樣不就什麼都沒了嗎 對不對 可不可以 嗯也可以啦 但好像 機會不太大 對吧 這兩個東西為什麼不能加起來是1啊 這兩個東西假設加起來是1 我是不是算一個就夠了 這樣懂意思了嗎 可以嗎我就百分之幾的上次 加上百分之幾的現在 這兩個聽起來很像可以變成一個啊 對啊我另外一個就1減他就好了 這樣可以接受齁 這就是GRU GRU的結構長這個樣子 懂得要不要試著解釋一下他 跟LSTM非常非常像 好不用了算了我來吧 來 第一個 這個 這是上次的記憶 所以他把長短期記憶整合到同個裡 同個囉 他把長短期記憶現在只剩一個了 好 這個長短期記憶 在進來之前呢 他要先跟這個X 先做合併 先做交集 這樣可以齁 先做交集 這個先做交集之後啊 他要產生兩個GATE的數字 兩個GATE 兩個GATE這樣可以齁 兩個GATE 那X自己本身 他要先經過非線性轉換 產生一個H 所以他現在有R Z跟H喔 R是0到1之間的數 Z也是0到1的數 H也是0到1的數 這樣可以齁 H不是0到1的數 H是一個特徵值 H是一個特徵值 好 這個東西 第一個0到1的數 那當然就是要乘啊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東西 這個剛剛的記憶 乘上這個GATE 和X合併 再產生特徵值 所以每一次的這個H的預測 都是上次的記憶 乘上一個GATE 之後再 產生預測值 這樣可以齁 再產生預測值 這樣可以齁 這個是產生預測值 那這個預測值 跟這個H要怎麼合併呢 就是靠過這個門 這個門 出來的數值 直接乘與他 一減掉之後 乘與他 那這樣是不是 這個的權重 跟這個的權重 加起來就會100% 把他兩個加在一起 才能輸出 圖畫起來很複雜 經過有人解釋 聽起來就不會太難了 這樣可以齁 所以這兩個先contact 對吧 這兩個先contact 產生這兩門 這兩個contact 產生這兩門 一個是R一個是H 一個是R一個是H 這樣可以齁 這R跟H 分別就是A1跟A2 A1跟A2 好 接著 再把 這個 層上的這個東西 再把它跟這個合併 contact起來 contact起來之後 產生一個 新的向量 新的向量 然後一個一個是A2 一個是1-A2 把它掀起來變成新的H 這樣可以齁 會不會很困難 那一個往下 往下是什麼 往下是什麼 這個 這個 哪一個往下 這 這裡 這裡 這裡喔 對 對 你的方向是 你的左手 是這裡喔 對 你說這個往下 對 首先你要先產生 你要先 自己本身跟 這個 合起來產生兩個門 對不對 接著 這個往下是 這個向量要乘上這個門 乘上這個門的結果 再跟HT再contact起來 所以這個交集 這個 這個串連跟這個串連 他們的X是一樣的 但是H是不一樣的 這裡的H是有經過 GATE的 有經過GATE就會只剩下某些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好 那 好 要實現GRU了 怎麼實現呢 一樣 你程式已經寫好了 一樣 我們把這個 GRU的 這個 Sale 把LSTM Sale換成GRU Sale 然後把 L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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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成GRU LSTM 好 然後 後面的事情就一模一樣了 我們只是把 LSTM換成GRU 好 然後後面的事情就一模一樣了 我們只是把 讓他開始做 我們來看GRU 會不會跑比較快 好不好 後面是一個字都沒有改喔 也不需要改 這樣知道齁 開始訓練了 好訓練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結果就用 我們一樣用 R 我們一樣用ROC 客服來Predict一下 Performance 剛剛那0.982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多少 0.984 Performance提升了 有沒有覺得 很感動很厲害 不過其實GRU跟LSTM差不了多少 好 不過這樣 這樣 這樣懂了吧 這樣可以齁 好 繼續 好 那我們現在總共 在 我們來想回顧一下 我們現在LST 我們現在那個 自然源處理 目前需要哪些東西 首先我們最開始的時候 第一個介紹的就是 磁帶模型 對不對 那這是個 這個現在已經沒有人在用了 那為什麼 因為有了Word Embedding出來 Word Embedding 是一種把 文字 把 文字做一些特徵化的一個工具 好 Embedding完之後 他後面總要經過 那個 AI Model去處理吧 對不對 那那個AI Model 我們學用了 捲機網路 也用了 LSTM 也用了GRU 對不對 在我們的情境中 GRU大於LSTM 大於CNN 但其實 呃 不一定 好 那這三種 各有什麼優缺點呢 那個 CNN最大的優點 就是可以平行運算 有技藝的單元 絕對不能平行運算 因為有順序 這樣可以 好 所以說 這個 這個 就是 我們這個 就是 CNN它還是有這個優點的 但是這個 GRU跟LSTM 誰比較好呢 其實並沒有 並沒有這個 其實 這三個誰比較好 其實完全沒有定論 這樣子 CNN如果你想要抓的 字數 剛剛已經講過 如果你想要抓的字數 就是 就是不固定 那你可以連續堆疊 3x3的捲機盒 對不對 你只要疊得夠深 不就解決了嗎 對不對 那反觀 LSTM跟GRU 能不能疊 欸 可以疊 但你想想它剛剛的速度 你再疊 那 你要付出多少代價 這樣懂了嗎 所以說 欸 他們兩個 誰比較優 那個非常多研究 舉例來說像Facebook的團隊 他使用堆積捲機盒 所以是用CNN喔 結果 欸取得非常好成績 在翻譯任務 那另外 同樣也是Facebook 用LSTM 欸 也做得很好 所以哪一個比較好 都不一定啊 這樣 這樣可以喔 啊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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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model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用 我們下 下節課會講到的模型運作 沒有 配合的data做翻譯 超屌 好不好 來 那我們來想一下 到目前為止 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學到了 這個 我們現在已經 學了三個單元 對不對 那我們這網路的結構 我們回顧一下好不好 這網路的結構有什麼問題 GRU抽完特徵之後 我們是做 max pooling max pooling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做max pooling 從卷積合那個時候的想法是什麼 我只要找出 最重要的關鍵字 它的分數是多少 這樣就夠了 對不對 今天假設 我 假設我要辯證 這個 我現在要辯證的單字是癌症 那我只要 那我發現了 這裡面有一個 跟癌症的相似度是99% 那剩下70% 80%的那些 支通都可以不要了 對不對 它有一個跟癌症相似度 99%的 有max pooling 它的物理意義解釋 就是這個 對吧 好 可是問題是max pooling好像 怎麼樣 如果今天文章比較複雜 不死是關鍵字比對 那max pooling是不是就 可能會有點問題 這樣懂的意思嗎 所以max pooling是一種 很有破壞性的結構喔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整合特徵 整合特徵我們還學過什麼 你可以把它平均起來 對不對 你可以平均起來喔 可是平均合理嗎 今天 今天明明是一個癌症病例 開頭第一個字就給你寫了cancer 後面寫了一堆廢話 也不能說廢話 只因為它狀況比較多 病況比較複雜 就寫了一堆東西 結果 都跟癌症沒關係 結果你把它平均在一起 那這樣癌症不是都稀釋掉了嗎 那如果字數不同 是不是 產生出來的效果也不一樣 好像也不合理 所以 還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整合特徵 這就是我們等一下要講的 來 這個 我們來想一下喔 就是我們在讀句子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讀的 來 把這句話念出來好不好 東章可不可以念一下 這是亂的 這是亂的 可是你 蛤 嚴表救命 嚴表救命 不過你 你一眼看下去 你馬上就會發現 研究表明 漢字的順序 並不一定能影響閱讀 比如當你看完這句話後 你才發現 字全部都是亂的 你會發現一件事啊 順序好像 剛剛講順序很重要 實際上呢 我們通常會注意到某些keyword 接著順序好像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我們會根據那些keyword 自己在腦袋裡面快速的重組 對吧 欸這張圖 這張圖 這個不容易找啊 對不對 凱傑你覺得 你應該不可能說你看下去 然後你覺得會影響閱讀吧 不會齁對不對 這邊 音樂想讀 音樂想讀 但是你一定一眼看下去 就影響閱讀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叫你念出來 你真的照他順序念 還要想比較久 對吧 好這邊 這跟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注意力 我們會focus到某些地方 這樣可以齁 好所以說我們也要在model裡面設計注意力 這樣懂了嗎 好來怎麼設計呢 欸 來 之前我們是不是 在 很久以前 大概在debuck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學過一個東西叫做 壓縮激勵機制 為什麼 就是我們在recidumnet 他不是每次都加同樣的東西嗎 那個時候說什麼 這個 加這個東西 我這個東西是不是 我要看看他值不值得加 所以我要給他一個0到1之間的數字 這樣產生的 然後乘回來之後再加起來 這樣懂意思嗎 這個是 那這個乘上個0到1的東西 其實啊 這個 壓縮激勵壓縮機制 他其實是超 我們等一下教的 注意力機制啊 他是超注意力機制的喔 不是注意力機制超他喔 是他超注意力機制的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注意力機制怎麼超 來看著 這個 這個模型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第一個字 第二個字 第三個字 第四個字 這幾個字我們是不是可以 把它 他乘上的權重 加上他乘上的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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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他乘上的權重 然後再把它加全平均起來 這樣子對於比較重要的字 我是不是可以給他 比較大的權重 對於比較不重要的字 我是不是可以給他 比較小的權重 這樣加起來 我就不會被那些垃圾字 稀釋掉 對吧 那 不被垃圾字稀釋掉 那我這個權重怎麼產生呢 欸 再用一個網路去產生不就好了嗎 所以 是不是我可以 每個東西 除了給他 成這個數字以外 我先產生一個權重 然後這個權重 這裡面全部加起來 可能要1嘛 對不對 所有東西再過一個Softmax 過完Softmax之後 再乘起來 再加起來 最後再輸出 這樣懂嗎 這是整合特徵的一個方式喔 注意力機制 這樣可以齁 那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設計注意力機制啊 那我們來看這個 先看這個 這個研究是他的注意力機制 甚至放了好多層 以單字 Word開始 先注意力機制 然後變成句子以後 句子再注意力一次 注意力機制再整合一次 變成文章 這樣懂嗎 這樣可以了解注意力機制了嗎 好 那我們來看 注意力機制怎麼寫 欸 很簡單 那 因為剛剛這個 欸 剛剛那個GRU 我們當然可以用GRU寫注意力機制啊 但是那個就是 欸 欸 欸 媽 結果還是用了GRU 好吧 那我們就用GRU吧 GRU的 output 首先先經過 convolution 一系列 再convolution 產生attention score 這個attention score 要soft max 這樣可以嗎 因為這樣子就是全部加起來是1嘛 對不對 接著attention score 再跟GRU1 剛剛這個GRU1 GRU1 本身自己產生attention score 也跟attention score 沈在一起 這樣可以齁 沈在一起之後 變成weight的GRU 接著weight的GRU 再把它加在一起 變成pul1 pul1最後在fc 在loginous predict 後面就一模一樣了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網路結構又變複雜了 這邊改掉 後面 來再一次 那這樣不是要很久嗎 那我們再等他 欸 我們再等他一下好了 好啦 現在已經跑完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那個performance 這樣子 現在是用attention mechanism去做的喔 performance 啊0.966 下降了非常多 對不對 本來是984現在變966 所以attention mechanism 在我們的 領域 在我們現在做的這件事情 好像不太好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是一個認關鍵字的 就可以決定的事情 癌症的病例用關鍵字就可以看出來 所以max pooling更符合 疾病分類師的邏輯 這樣知道嗎 啊不過 這不代表attention mechanism沒有不好 這樣喔 attention mechanism在其他領域中 可能會更有用 好 attention mechanism有什麼好處 我們來想一下 performance不好但他有什麼好處 他有soft max對不對 所以那是權重對不對 權重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百分之幾是有哪裡 百分之幾是有哪裡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透過那個attention score 去知道說模型主要關注的字是哪個字 這樣懂意思嗎 這樣有聽懂嗎 既然他第一個字是乘以百分之八十 後面的字增加加起來才百分之二十 那第一個字鐵定最重要啊 對吧 所以attention mechanism 就算他performance不好 他也有一個附帶的優點 就是 他可以看到 我們 模型focus在哪裡 模型的注意力擺在哪裡 所以你可以做很好的victualization 舉例來說像這個樣子 這邊有一句話 我可以告訴你 他在看哪個句子 哪個字 那當然因為剛剛我們沒有做句子的層次啊 我們只有做字的層次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你可以用 就是你可以把 就是你可以試著把這樣一個句子 然後把它做這個就是 把它做這個就是 把它做這個就是 把它做那個victualization 就是 找出 attention 他到底highlight在哪裡 這樣子 首先你要先做拼寫校正啊 好這個我們就直接做好了啦 那我們就直接用這個例子 就是 我們來看看他 模型 看癌症病例 看這個 看這一段 看這一段文章 他會注意哪個字 好不好 那你需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需要編寫自己的predict函數 為什麼 因為中間的attention score的output 跟logistic predict output 都是我們要的嘛 對不對 這是機率 這就是我們剛剛要的 我們要注意哪個字是重要的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先把它合在一起 好接著我們用第一份病例做實驗 Room to right就是先做拼寫校正啊 好predict list 這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裡面第一個就是第幾個字的權重嘛 第幾個字的權重這樣懂嗎 然後第二個呢 第二個就是那個機率 這99.9%是癌症病例 這樣懂了嗎 好那接著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做highlight了 我們把這個字的這個 權重跟這個單字把它合在一起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結果他 我這個模型他不是看這個字 他主要看哪一個字 他主要看哪一個字 都是0 那不是他媽糗大嗎 難怪他沒有訓練好 好不好 那 因為我可能沒有 我剛剛那個模型可能沒有訓練得很好 那個 你如果要訓練得很好的話 你應該 就是你下載那個模型會訓練得比較好 這樣子 好 那不管啦 我不想管了這樣子 那 highlight出來 highlight出來 這個 highlight出來他就會講成這個樣子 對 你會注意到他被highlight了 這樣可以 好 當然這邊需要一些HTML的語法 但這個 我們就不管了 反正你就 你就知道說 Attention Score可以拿來highlight 這樣可以 好 那 今天的最後一個部分 好 我們剛剛已經學了那麼多 但 語言 我們現在 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 我們在處理資料的時候都幹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把 假設一個長度為 40的一個句子 就是 40個單字的句子 那 為了要訓練的時候 要固定形狀 我們固定的形狀 大小可能是200 我們剩下要填白 對吧 這樣合理嗎 不合理 這是我們最後一個要解決的問題 最後一個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語言跟圖像相比 存在的特性 長度不等 捲機網路 當然沒辦法 拿來做 這個 所以我們要用什麼結構 我們要用循環神經網路 循環神經網路 循環神經網路 那 那 input 就是 如果我們要這樣講 為什麼 循環神經網路重要 是這個樣子 今天如果 我要讓 我如果今天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覺得說 做病例分類 我 input 可以填白 那 output 是固定 shape 那這個還沒有問題 你懂吧 那今天假設我要讓 AI說話 覺得說我要讓AI 看著一段文字 我不要說看著一段 我要讓AI看著一張圖片 請他打下他的診斷 那我怎麼知道他要輸出幾個字 不知道 對吧 他如果超過我的上限 出bug 這樣喔 不太合適吧 所以說 input還可以填白 output 完全沒辦法 所以我們需要一種新的結構 叫做 循環神經網路 而循環神經網路 如果你仔細觀察 LSTN跟GRU 你就會發現 他其實是可以無限延長 他是可以成為一種 鏈式結構無限延長 就是簡單來講 我們換個講法 今天我們輸出的時候 這是第一個字 第二個字 然後一直講話 反正我講到 第幾個字的時候 因為同時 output跟下一個input 是完全相關的 對不對 講到某個地方 他就可以停了 這樣懂嗎 好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如果 那我這個input 要怎麼給 我可以故意把 剛剛講的話 當作下一個input 這樣給 這樣懂意思嗎 我故意讓X1等於H1 X2等於H1 XT等於H1 這樣他是不是就可以無限延長 延長到我不想讓他 那我不想讓他繼續講話為止 或者是我們可以在這邊設計一個符號 舉例來說 這邊有個中指符號 當看到中指以後 我這個網路就不繼續下去了 我今天講的是推理過程喔 我不是講training過程喔 這樣可以齁 推理過 好 那我們來做個實驗好了 我們今天來 我們現在來產生一個模型 可以幫我們自動寫並例 這個自動寫並例的模型 我們希望的條件是這樣 就是我先打幾個字 接著他應該就要能夠猜出 我後面還想講什麼 所以這個input 長度 是不是隨便我多少都可以這樣子 output的長度 是不是我一直寫下去嗎 寫到我不想寫為止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 我們現在來產生 就來產生一個自動寫並例的模型 讓我看他的威力 這個 現在這個任務跟 我們前面的都完全脫鉤囉 只是用同樣的資料而已 好 資料下載下來 然後首先喔 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要做的模型 是一個 以字母為BASS的 我們不要再問WORD了 為什麼不要問WORD 因為WORD太多了 所以我們現在改成以字母為BASS 可是其實你要改成以這個 你要改成以這個就是 單字為BASS也沒有問題 只是這個網路會比較大 這樣可以喔 好 那最終 按到 按到了 MAKE DATA 所以這個已經弄好了 這個已經處理好了 好 不要讓它再Print 好 最終我們會產生 Tex VEC List 這個什麼呢 Tex VEC List 它是一個List 喔 它的第一個 我們來看它的第一份 它的第一份就是第一個病例 這個第一個病例 我已經把它拆成就是字母了 就是 首先它先講這個缺血性 這個什麼心臟什麼的 好 我把它拆成一個字母 然後I就是 小I就是第四三個字 這樣懂的意思嗎 然後這個DIC 這個DIC就是第幾個字 小I就是第四三嘛 這裡嘛 對不對 什麼什麼符號 我要把它換成什麼 這是字典 這樣知道了嗎 這是字典 好 有了這個東西以後 我就可以定義我的Iterator Iterator 是什麼呢 我要給它 既然我剛剛說 是我打了幾個字 之後我要讓它預測後面 所以我要給它一段這個 然後請它預測後面 這樣喔 給它一段這個 請它預測後面 這樣懂了嗎 或者 給它這個預測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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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要連續型 它要有練式結構 好 所以我的Iterator 我先把Iterator寫下來 然後我們看一下Iterator Iterator 這樣子 你比較了解說 我把它轉成什麼樣子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ResetNext之後 它的Value 這個Dimension MyData MyValueData裡面 這個就是 第四個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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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二的 第四個字母 讓E10類推下去 它的Output 第四個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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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五個ופet 第十二個 第十二咲那裡去了 我來看一下我這個函數好了 我的Wirearray 是 同樣的東西 對啊 我STAR VALUE加1 然後到下一個啊 所以應該是1對1的啊 為什麼會跑掉 我看一下他的Dimension喔 我可能把他弄錯了 喔 喔 他第四個是這樣看啊 第一個字是這裡啦 這個啦 這個 4是0的意思 因為他從0開始數的時候是第五個啦 他在這裡 這樣可以齁 他是這樣看的 所以這個4就是下一個嘛 第四個 4這裡 這樣大概懂意思了嗎 所以你大概output大概 大概懂是長什麼樣子了嗎 好 那如果你懂了以後我們就可以開始訓練了 我們來設計那個循環結構 循環結構我又要用到GRU 但是我剛剛已經把GRU刪掉了 那我就要把GRU貼回來啦 GRU 好 有了GRU以後 我們就網路結構就寫好了嘛 對不對 網路結構寫好之後 我們就要用這個 我們就要訓練了 但是因為 這個三層的 這是一個三層的RNN 那他完全沒有用到RNNN之類的技巧嘛 所以他很容易T2消失對不對 那怎麼辦 我們就用ADEN好了 這樣比較方便 好 我們就用ADEN訓練 然後開始訓練模型 我們看一下訓練多久 我們看一下訓練多久 喔 我懶得等他訓練了 我決定了 我這裡應該可以有個model可以直接抄吧 我看一下喔 我們就直接下載好不好 我們就直接用這兩個來用了這樣子 因為我懶得 因為我懶得把它訓練完了 訓練 那我們就把它delete掉了 好 我就不訓練喔 訓練出來之後就是這兩個網路啦 這樣 好 但是首先你要先有一個 就是Inference比較麻煩 因為它是練式結構無線循環嘛 所以你要懂它的推理過程 那你要懂它的推理過程 就是你需要GRU的InferCell 跟這個RNN的InferFunction 有了這兩個以後 你就把這兩個檔案讀進來 MyModel 我把它讀進來 MyModel等於 mx.model.load 然後lesson 14嘛 然後我看一下要把它放在哪裡 我把它放在model 裡面的 應該是RNN 第0代 好 然後接著我們就可以把它拿來做推理喔 好 有趣的事情就來了 你可以看一下 DIC找不到 哎呀 那就是前面的那個 前面那個不能3嘛 好 可以看一下 這個 我們就只打這一串就好 看著 你看 我這個訓練的也太差了吧 這個 根本就 這個訓練的也 這個實在差到我不知道該怎麼講了 但是 欸 我放的model怎麼可能那麼差啊 好不好 不想管了 但我之前實現的結果是很不錯的 那可能要重新訓練才會比較好 這樣 我可能那個model 放的那個model沒有那麼好這樣子 你會發現如果你去用好的model的話 你給他打幾個字 他之後後面就會一直打 他後面一直打 打出來的字就會很像一片兵力 這樣喔 因為畢竟你是用這個訓練的嘛 這樣懂意思嗎 而且你 不管打幾個字當input的都可以喔 他就繼續往後接龍 而且你可以指定他的輸出長度這樣子 好 那至於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麼差 我也不太懂 我也不太懂 這樣 欸 各位可能 這個mymodel的權重可能有點問題啊 如果 A開頭的話 他真的是亂 他真的是亂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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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樣子 那 反正不管啦 所以這樣RNN大概 RNN比較難啊 就回去自己再訓練一次啊 這樣子 那這個 RNN的優勢是什麼 就是輸出的長度 可以不固定 跟CNN不一樣喔 我CNN 我圖像 返回圖像的時候 我們之前做Auto Encoding的時候 是不是那個Auto Encoder的時候 是不是那個 Output的圖像 Size是固定的 那RNN因為語言不可以固定嘛 所以我RNN這個結構 就可以拿來做語言 這樣大家懂意思嗎 他很適合拿來做序列預測 這就是循環神經網路的優勢 這樣子 好 那 如果你不做語言的話 你也可以做什麼 太陽黑子預測啊 這種 你可以去看一下 KaGo有一些比賽 他一樣也是用循環神經網路做的 這樣 好 那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啦 所以今天 大概語言 我們大概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學哪些東西 再回顧一下 時代模型這個已經被跳過了 對不對 這個鳥東西 不需要學 下一個 Embedding 對不對 Embedding學完之後 Embedding用在CNN上面 接著LSTN GRU Attention Mechanism 最後RNN 好 我們怎麼都學了那麼多東西嘛 對不對 好 我們來 所以 所以 你可以拿來做什麼呢 你可以拿他來聊天嘛 對不對 做Track Bot 或者是你可以拿來做 這個圖像的這個就是 等於說 描述 圖像描述 在做什麼呢 那不就是 呃 假如說看著X光片打診斷嗎 對不對 欸這個 這個 理論上做得到 但實際上難度應該蠻高的啦 好 那 語言喔 語言真的是就是目前的研究熱點 這個是毫無疑問的 好 我們來最後講個東西 就是喔 欸 我們已經知道了 就是 Deep Recedure Learning 是這波 人工智慧革命的技術突破關鍵點 對吧 對吧 他實際上 Deep Recedure Learning 在 何凱明想到Deep Recedure Learning 之前 其實啊 別人已經使用了 Highway Network Highway Network跟 Recedure Net的結構差異在這裡 Recedure Net是 我這個直接 產生之後 就直接把它加起來 繼續往後傳 對吧 Highway Network呢 是 呃 先產生一個權重 這個權重 E減掉這個權重 就乘上這個 然後E 這個權重 就乘上 右邊這個特徵 這裡 就等同於這裡 只是這裡是 1比1 全部兩個加在一起 這裡變成 20% 80% 然後把它加在一起 這裡是加權平均 這裡是直接加起來 對吧 差別在這裡 這個結構 事實上 就是從LSTM來的啊 對不對 但這個結構為什麼失敗啊 這個結構成功了 這個結構失敗了 原因其實很簡單啊 原因是 因為這裡是不是 其實這裡並沒有解決T度消失問題啊 那你這裡成0了 那不是T度又消失了嗎 對不對 假設你這裡是0 全部都往這裡 那T度還是會消失啊 所以何凱明厲害的地方在 他有1跟1看起來好像 看起來好像是不符合常理的 應該要加起來百分之百嘛 對不對 但是 實際上如果你把 右邊想要成殘差 1跟1就合理 對吧 這就是何凱明厲害的地方 但是你要知道 何凱明能夠想到這個 也是參考了highway highway network highway network 又是參考LSTM 對吧 所以說其實齁 就是人工智慧領域齁 老講 你也不是說你專注在影像 你就什麼都不管了啦 不然的話 人家就從語言那邊偷來的idea 把它放到影像 就做出一個新東西對吧 所以說 highway network當然它失敗的原因是有的啦 這樣子啦 就是傳遞T度的問題 但是這個idea 但是推理的時候 資訊有一些取捨 這個idea是可以被接受的喔 這樣 所以在人工智慧領域中 我們必須 我們除了focus在自己的領域 就算你喜歡圖像 你這次打定主意 這輩子就要做圖像了 我也建議你常常看看語言的paper 不要 不用太常看 但是 不能夠完全不看 這樣子 好這樣懂啦 今天上課到這裡啦 有沒有問題 沒有喔 好沒有就下課吧